结合201式爱你仪式还有泼水祈福的概念 今年的新北泼水节系列活动将在4月13号 邀请5对新住民家偶来到活动现场接受民众的泼水祝福 另外新北市文化局还举办了泼水节的摄影比赛 南洋美食票选、3D地景体验等丰富的多元活动内容 希望让民众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南洋异国风情 2014新北泼水节系列活动即将登场 在记者会上装进高职的同学穿着缅甸、印尼、越南、泰国等传统服饰 为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带来浓浓的异国风情 文化局局长林宽玉表示 全台湾新住民人口数最多的就是新北市 在这里可以看见多元族群的融合 而透过泼水节活动的举办 更让民众可以体验多元文化 今年的泼水节同样安排了许多精彩的活动内容 我们今年我们有泼水节的婚礼 我们有这个美食的这个推广 各种地景艺术等等 我们在图书馆也办活动 在电影我们自己的电影放映院也办很多活动 希望大家来了解这个 泰免这个新年的这个传统 消灾祈福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今年的泼水节结合2014爱宁仪式 以及泼水祈福的概念 主活动4月13号将举办幸福泼水婚礼 邀请五对新著名家偶接受现场民众的祝福 另外4月12号在华夏技术学院还有南洋美食尝鲜 3D地景体验等等 并且举办泼水摄影比赛 以及美食票选的网络活动 而文化局也在福中15推出主题迎战 希望透过各种不同的活动类型 让全国民众都能够一起来感受异国文化 记者杨宝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